中文投资网一个赚钱的网站 ChineseFN.com一个赚钱的网站 大家好我是中文投资网的分析师Brand 那今天的美国股市非常的跌宕起伏 上下的波动幅度呢比较大 我们逐一来看一下 截止到今天收盘的时候 三大指数强行的做成了一个涨跌互线的状态 标普下跌了0.2 道琼下跌了0.04 那纳斯达克微微上涨0.01% 好我们以标普为例 现在是道指 我们来看一下道指的图形形态 日内的一分钟图形 今天早上呢 市场基本上是延续着上周五 做了一个平开的动作 平开之后市场有过一个快速的 向上拉升的一个动作 那么纳斯达克在这一波上涨的过程当中 在盘中再度刷新了一个历史新高的一个位置 好 然后但是到了盘中的时候 大约是在东部时间1点10分之后 是芝加哥的联储主席 他们盘有一个讲话 他呢是非常鹰派的一个讲话 让市场直接出现了这一轮一个比较深度的一个下措 那这位联储主席的讲话主要是说 目前美联储对于继续加息上面 opside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 并且具体加几次息 怎么加还是按certainty 一个不确定的一个效果 那通这个鹰派的言论导致了市场 在短线上有一个比较深度的一个下跌 那从这一点上面 我想我们应该可以看出来 市场目前对于美联储快速 这个逐步的一个加息动作 仍然是抱有一个 没有完全接受的一个状态 稍稍有的一些鹰派的言论 都会让市场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跌幅 所以接下来在本周 我们还将还会迎来很多美联储主席的讲话 如果他们都是一个鹰派言论的话 我们要关注市场向下一个波动性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还是回到上个周 言论的讲话这个问题上面 市场错误的估计了一人的讲话 其实一人并没有隔派的 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好然后 道琼斯今天盘中的时候呢 还比较强劲 因为今天标普再度创下了一个历史的新高 那标普和迪士尼 这两个股票就是创下了新高 那么凯特匹勒 因为销售的这个业绩的一个提升 今天也是在道琼斯里面涨得非常好 涨了2% 那耐克明天会公布业绩 今天耐克上涨了1% 这个四只股票是今天道琼成分股里面 可以说支撑道琼的一个重要重要的因素 好 那我们看一下原油 原油今天的走势也是比较拨势 波动的在早前的时候呢 IEA的数据显示 美国原油的这个量产还会继续进一步的扩大 所以原油短线上是下跌了超过1% 但是随后呢 欧派克方面又表示说 也许减产还会继续的一个做一个进行 结果市场又接着这个消息又大幅度的向上 那整个的原油市场仍然处在一个非常波动的一个状态下 目前为止我们只关注的是直跌气吻 那齐稳之后原油还是有继续向下走弱的一个迹象的 所以暂时我们还是以破位的迹象为主 之前我们说过今天整个晶片类的板块都非常好 比如说AMD上涨了6.75% 那NVDA值得一说今天高盛给NVDA上调了一个评级 也不是上调仍旧维持一个买入的评级 买入的评级之后NVDA今天大涨超过3% 那并且高盛也给出了三大理由 可以帮助NVDA上涨 其实还是主要发生在他的公司的业绩增长等等这之类方面 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 以上就是今天市场当中比较重要的新闻 还是一个原油的一个动态吧 那么有消息称特朗普他是会见了新的这些与生物之药方面有一个新的会面 可以可能他们聊一下奥巴马一改的一个更换问题 那摩根大通在本周向我们发出了一个警告 说如果在4月份的时候 这个奥巴马care还是不能被replace掉被取消掉的话 那么市场对于特朗普政府的一个容忍度将会做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削减 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关注市场迎面的一个向下走弱的一个迹象 以上就是今天的美股走势 其实并没有太多重要的新闻 市场当中稍稍的有一些波动 其实也是算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那明天我们看一下接下来几位美联储的讲话 能否对市场再有一些震荡的影响 好的谢谢大家 其实就是今天的美股收盘 我们明天再见 中文投资网一个赚钱的网站